新北劳动云继之前推出的劳减立机构 以及违法雇主查询系统之后 现在呢又增加了三项新功能 包括了劳资会议被查 84-1约定书合备 以及职讯补给站 让劳工朋友和事业单位 能够快速的申办案件 同时也能够立即的得知进度 以及报名各项职讯活动等等 既审时又方便 由新北市劳工局建构的新北劳动云 线上系统现在再添三项新功能 包括了劳资会议被查 84-1约定书合备 以及职讯补给站 劳工局表示 由于新北市每年受理约 4300多件劳资会议被查案 和1700件的劳基法第84条之一 约定书合备案 过去都是以值本方式作业 现在只要透过网络就能申办 还可以追踪办理进度 并在线上就能够立即得知需补证的文件 大幅缩短审核时间 我们这个营端来收件 来受理 然后营端来这个查询 那其实这个让 不管是对业主 事业单位或是老公朋友 其实都很方便 那他也可以从这个申请以后 他也可以查一下他的一个进度 包括一些历史资料 还有一些相关的档案 都可以在这个营端来查询 另外在职讯补给站的部分 则会及时提供职讯相关讯息 劳工朋友也能够透过网络报名 审时又方便 让事业劳工或是劳工 他想参加一些职讯 他可以透过我们营端 这个职讯补给站 去查新 我们最新 正在招生的课程 那他们透过这个 他们可以去 透过这个营端 去报名 那报名以后的一个状况 他们可以在这个上面来查询 而且未来的一些 这个他参与的一些历史资料 也透过这个营端 可以来了解 新北市劳工局表示 新北劳动云 目前已经有劳动检查力机构 资浅通报 违法雇主查询系统等等 现在再加上新增加的三项功能 让劳工朋友及事业单位 能够更方便的借由网络 就可以获得云端收件 云端查询等服务 记者杨邦友 周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